所以甜的食物也可以让人快乐吗 对啊 因为它是 就是血糖稳定之后 它就会快乐 因为你血糖情绪不 你在肚子饿的时候 你一定情绪不好 对不对 容易就是烦躁 然后觉得脾气 而且什么都记不起来 因为它没有糖 其实是最基本的能量的来源 只是说我们不鼓励 吃太多的精致糖 但是精致糖至少它有建议量 比如说它一天是女生几汤匙 男生几汤匙 其实它有算快 根据大家的身高 体重不一样 它有建议的量可以吃 但是你选精致糖 你要选择好糖就是黑糖 或甚至于你可以用 像桂圆干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 蛮好用的食材 它的甜度算是 复合糖还是精致糖 它比较偏向于是果糖的甜度 就是因为它是水果 它等于是龙眼的水果把它弄成 就等于是浓缩之后 变成龙眼干 它的好处是说 你知道这个龙眼干 如果是我们营养师在开这一道 一定是放在高血压的人 对 高血压的人 因为它的甲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对 是可以帮助你的一个 那个血压的稳定 是 但是相对的 它的果糖的量也高 因为它是浓缩的 所以糖尿病的朋友 对 这就要稍微少一点 有的肾脏病要陷夹的 就不能吃这个 就是要陷夹 因为它夹很高 是 对 所以其实不同症状 你要有不同的方式 那你就说血压太低的人 就不适合吃这个了 要看血压低是什么状况引起的 血压低的就比较复杂 那血压高就一定是 大部分都是盐分 就是盐分 对 那提到这个甜味 就要关心到 所谓糖尿病的朋友了 对糖尿病的朋友来讲 也不能完全没甜 但又不能过甜 那它的食物要怎么选择 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有糖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你有糖尿病 你一定要吃药 吃药的时候 药的功能就是降血糖 如果你餐中没有吃糖的话 没有吃所谓的这种 比如说地瓜或芋头 这种复合性的糖类的话 其实你很容易药下去之后 我们有一些年轻的病友 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药 跟食物的搭配的时候 很容易发生一些低血糖的状况 低血糖会昏迷 会死亡 所以糖尿病人不要以为说 你只要吃到淀粉 都会让血糖飙高 而不去吃淀粉 会让你血糖飙高而不稳定的 其实是比较偏向于是 那种细的糖 对 所以如果你吃 像你地瓜 也可以吃地瓜 芋头 芋头 马铃薯 甚至于它也可以吃面 只是你可以带一点纤维的面 就是比如说蕎麦面 这种全谷类的 你也可以吃香蕉 只是你要节制 比如说正常人可以吃两根 你可能就只能吃一根 所以其实它是有控制的 糖是必须的 是 但你要控制它的量 必须要控制 然后去选那个种类 对 种类 好 罗医师 如果我们甜味的食物吃太多的话 对人体会有什么影响 对 在古人的发现 我觉得跟现代医学的观察 几乎是一模一样 这古人说过时甜太多 容易骨痛而法弱 对 你会发现你吃甜的 我们现在医院就是三高症 你就知道容易腰痠背痛 种类叫肾足骨 你就会发现你吃甜的多 除了你会觉得消化不好之外 你就觉得特别容易腰痠背痛 然后你觉得头发肤质比较差 比较没有光泽 甚至容易掉头发 因为甜的东西在 就是对我们的肾是不好 种类叫做土 刚才说甜就是土 土克什么 五行克什么 克水 水就是肾 所以吃太多甜的 第一个会影响消化系统 中医一说甜就是甘 甘甜嘛 甘能令人慢 就是说你吃太多甜的 你就恶心反胃 所以你恶心反胃 你要看看你是不是 最近吃太多甜的 转为消渴 转为就是变成糖尿病 古代的消渴就是糖尿病 就是所以他古代就发现了这样 跟现代医学很符合 是啊 所以而且中医说甜能生痰 这个痰他觉得是不是喉咙的痰 的确你吃太多甜就觉得喉咙卡痰 痰在中医它就是一种 你身体不正常的代谢病离产物 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 就这样像动脉因化 其实好符合 所以我读古籍的时候 我觉得这古籍的智慧真的 印证到现代医学去 对,一样我们都说这个什么是外星人发明 我觉得我们皇帝内经 怎么2000来还是都还满好用的 所以这个东西 难怪我们有时候喝含糖的饮料 越喝越渴 就是它是没办法解渴的 所以你还是得去喝白开水 白开水 对,所以喝越多、尿越多 就是说消渴 消渴就是说你喝多少水 就会尿多少水 饮水一抖、小便一抖 就是叫做糖尿病的一些 它有一些有的征兆 是 好,所以这个是甜的部分 那下一个味道 我们来看看的是哪一个味道呢 就是苦 这个有句话说 适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但是现代人都不喜欢吃苦 是 那对于苦来说 罗医师再跟我们讲一下 它煮到哪一个部位去呢 好的,那再回到 我们来再重复说明一下 苦对应是心 跟火气 就是说我们火气 难怪火气很旺的时候要喝苦茶 对,意思是这样的 苦泄热降火解毒 那夏天的时候容易上火 要吃点苦苦的 让大家想到苦瓜 热天最容易 所以苦的东西 适合在热天吃 对不对 对,因为苦的确像俊耀兄提的 就是说苦是一般人最不能接受的 是 刚才提到 蔗糖是1比100哦 甜的很容易有感... 就比较... 还要1比100的比例 苦的部分 它主要的成分是葵柄 就葵柄成分 葵柄 对,它大概要多少的量呢 就是16个PPM 就是百万分之16 你就很有感觉那个苦味了 所以苦比甜更容易被吃出来 对,苦就在我们舌根部 特别会有反应 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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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根是甜味 舌根在我们的味觉 对,舌根 舌根就是我们对苦味特别有反应 它的量是要很少 你就觉得不好下口了 在中医来说 它就比较属于清热、降火 主要对三种状况体质有问题 就是第一个 你火气大了 那比较热嘛 第二个就是身体比较湿 身体比较湿的也是会有影响 还有说你容易叫咳嗽 我们吃杏仁 就是用它的苦 就是湿、热、咳 就是三种状况 苦的代表食物有哪一些呢 像苦瓜 苦瓜嘛 对,苦瓜 然后柳橙的皮 橘皮的部分那种 有没有皮 柳橘、柳橙的皮 它其实也偏苦味 所以我们营养学上 苦味其实是多分类 植化素比较多的 其实这样对应中医 就是有抗氧化的一个功能 所以就营养学来说 苦的食物它其实是个好食物 是,对,是抗氧化的好食物 而且苦瓜真的很好 因为苦瓜 为什么它会 就是卸肝火 其实它会 因为它会去让我们的 前列腺素的量比较减少 前列腺素会导致发炎嘛 它前列腺素减少的话 它就不会发炎 所以为什么 苦瓜 人家说夏天要吃一点苦 抑制发炎 就是这样 那我请教一下 还有这种苦就是黄莲 可是我们平常不去吃黄莲 黄莲这种苦是 我们要生病的时候 才会去吃黄莲呢 还是说平常我们也可以拿来吃呢 对,这个适合吃黄莲 就是你有热症 比如说口干舌燥 冒痘痘 便秘 火气大的时候 口干舌燥 你就可以一些黄莲 那这个苦入心 所以你就觉得 就有心火旺的时候 黄莲 刚才提到 你容易热咳的 杏仁也属苦哦 对,它是杏仁 它是苦杏仁 我们知道一般是甜杏仁 是北杏吗 对,北杏 北杏 南杏是甜杏 刚才还有这个 橘皮 柑橘类的皮哦 皮它是有苦味的 皮是有苦味的 那在 刚才提... 我们常常喝的就是 茶叶 它里面茶碱 这些苦味 刚才提到奎妮 还有一个叫做有机碱 我们刚才提到酸是有机酸 那有机碱 像茶叶 这茶碱 然后 咖啡碱 它都是对... 事实上适量的咖啡 对心血管制有帮助的 苦入心 那中医药就是叫 它不是人参 对,它是... 苦参是对心力不整 还有预防心脏衰弱 是有帮助的 这都是中医师临床研究的 食物来说 刚才提到 这也是对... 这苦瓜... 蜀瓜素 对预防心血管病变也是有帮助的 OK 哪些人不适合吃苦的东西 新的病